No.10 叶青梅 作为爽文的暗线女主角 一个穿越到封建时代的理工女博士 叶青梅几乎把所有能浪一把的领域都体验了一轮 制造了人形和武器四大宗师 利用黑科技做生意成为世界首富 用狙击枪打爆两个亲王 扶持边缘皇族上尉 建立现代机构帮沁国开挂 给皇帝夏春耀戒种等等 用他自己的心理的话说 就差直接一统天下了 这样一个充满爽感的大女主 理论上是跟悲剧扯不上关系的 但叶青梅聪明一世 却对人心缺少了最起码的洞察力 尤其是对坐在皇位上的那个情人 对他蓄谋已久的背叛毫无察觉 叶青梅或许认为 自己给了庆帝一切 包括皇权 包括绝世武功 包括一个强大到足以统一天下的庆国 即使自己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也不会招来最极端的结局 但正因为叶青梅做了太多 给予了庆帝太多 这些赠予 在庆帝看来太过于轻描淡写 在享受成果的同时 庆帝也充满了极度的不安全感 叶青梅站在他这一头 他是天下无敌的庆帝 如果叶青梅掉头去扶持别人 那庆帝分分钟就会失去一切 一个可以轻描淡写 改变世界 并且无法被掌控的女人 对于皇帝来说 是不应该存在的 于是庆帝就策划了太平别院血案 杀死了叶青梅 并清理了跟他相关的一切信息 就连尸体都没有保留下来 直接被错骨扬灰了 叶青梅的悲惨 就在于他临死的那一瞬间 太过于孤独无助 外加一肚子愤懑 老娘要不是产后虚脱 连大祖都拿不动 你这帮下等封建垃圾 岂能杀我 太后也算是个可怜的女人 一生一世 活在叶青梅的阴影当中 当她还是成王王妃的时候 在皇族里各种不受待见 而且完全看不到 咸鱼翻身的希望 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救世主 叶青梅 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你是将来要当太后的人 多少也要学会怎么去装逼 结果两个亲王暴毙 成王当了皇帝 自己变成了皇后 没几年就成了太后 但叶青梅却越发地跋扈 一点没有把自己 跟皇帝儿子放在眼里 甚至明目张胆地怼自己 活脱脱一个祸国殃民的妖女 在双方矛盾升级到最高点时 太后用了点中点的必杀绝技 刺白灵 结果被叶青梅原封不动地 送回了寒光殿 还叠成豆腐块 放在太后床头 敢于威胁太后 这就等于向皇权直接宣战 于是太后一族 为了给老太太报仇 趁着皇帝出征 攻打太平别院 把叶青梅给剁了 结果叶青梅死后一年 皇帝开始对叛军大清洗 整个太后一族都死光 只剩老太太跟皇后两人 太后内心是无语的 明明杀叶青梅是皇帝儿子的意愿 自己一族只是化身工具去执行罢了 背锅就不说了 还要被灭口 但为人君者 心狠手辣也是可以理解的 只要皇帝能够坐稳江山 自己再死一户口本也认了 可当了一辈子工具人 太后最终的结局 却是被自己亲孙子范贤堵死 而且范贤为了让太后死透 还特地在她面前陈述罪状 把老太太的血压拔到最高值 让她加速毒气攻心 太后临死前 不但见证了孙氏奶的人伦惨剧 还体验了一把什么叫杀人诛心 8.肖恩 肖恩在参加儿子的婚礼时 遭到陈萍萍跟监察院突袭 全家被密门 自己也被抓回南庆 这个杀人无数的大魔头 被陈萍萍折磨了十几年 好容易被放出来 又被范贤打断双腿 回国后 又被几个酒瓶碗被追杀 剩下最后一口气藏在山洞里 跟卑鄙无耻的男主角范贤 共处最后的时光 肖恩害怕死后被范贤吃掉尸体 于是说出了神妙的秘密 而肖恩临死前最大的遗憾 就是不知道范贤居住的淡州 是不是真的有两棵枣树 其实作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肖恩的结局是最有应得 甚至还算得上是老天对他的优惠 能够苟活十几年之后再上路 而电视剧里更是给肖恩送了个超级福利包 让他喜齐一个顶流孙子肖战 总算是含笑九泉了 No.7 沈仲 沈仲在电视剧里是北齐第一忠臣 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忠臣 跟他豁出去一切为国家谋福利相比 太后皇帝都像是专门为范贤助攻的卧底 小说里沈仲其实是个没啥底线的超级坏笔 跟南庆李云锐勾结 疯狂走私出卖国家利益 而且贪污受贿中饱私囊 堪称北齐和珅一般的存在 再加上沈仲当年在叛军逼宫的时候 拒绝了太后的求助 所以除掉沈仲是太后皇帝早就在推进的计划 只不过他势力太大 难以被一举拔干净而已 借着范贤来北齐搞事情 再加上苦和背后支持 太后皇帝借上山虎的手 做掉了沈仲 还把他一家三百口人都杀光了 只留下了一个沈婉儿 被严冰云带回了南庆 严冰云最后还是娶了沈婉儿 算是对自己当初欺骗少女感情做了补偿 对于沈婉儿的这种无脑追星族来说 这个结局也算是完美了 No.6 太子 太子最悲惨的地方在于 明明是庆国内定的二代接班人 论能力也完全合格 但却因为遇到三个扯后腿的猪队友 让太子最终落得个悲惨收场的结局 第一个猪队友就是皇后 当年皇后被嫉妒 猪油蒙了心 在庆帝的背后操盘下 皇后鼓动族人叛乱 杀死了叶青梅 结果族人被庆帝清洗 皇后也背负上了叛乱的罪名 直接让整个东宫一直被庆帝打压 太子也因此活在阴影之中 第二个猪队友就是庆帝 庆帝虽然是个能力逆天的千古遗地 但在培养接班人的这个层面上 却选择了最烂的一条路 那就是鸣捧 按踩 玩骨盆游戏 明明一门心思的想要交权给太子 但却故意狂踩太子捧二皇子 美其名曰 扶持一个对手给太子练吉 让太子变得成熟跟强大 但现实却是太子越来越恐惧 以至于堕落到一发不可收拾 在发现太子跟李云锐乱伦后 庆帝直接对太子动了杀心 而且不留任何余地 结果直接把太子逼反 第三个猪队友就是李云锐 这个姑妈既想让太子上位 自己将来当幕后掌权者 但又想把侄儿玩坏 然后看到庆帝气急败坏的样子 于是他勾搭太子滚床单 彻底激怒了庆帝 之后趁着庆帝打东山废太子 李云锐推着太子扯其造反 让他彻底没有了退路 到后来庆帝回京都想要挽留太子 但太子已经彻底绝望 只留下一个决绝的背影 之后坦然赴死 皇后的悲惨遭遇 根源在于自己的愚蠢 自从嫁给庆帝之后 就一直给他当工具人 怎么下套怎么钻 而且永远都是计吃不计打 反复地被庆帝利用 太平别院血案之后 皇后一族被血洗 亲爹也被犯贱砍了脑袋 皇后连给族人流泪的权利都没有 他还要亲眼看着幕后真凶 庆帝居高临下的装逼 朕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 这回就饶了你 在这之后 皇后所有的期望 都寄托在了太子身上 等到他登基之时 就是自己人生逆袭的时候 可惜太子比想象的还不争气 直接跟姑妈乱伦 被庆帝给废了 之后还公然造反 这下子等于把皇后也送上了死路 在造反被平息之后 皇后都没有等庆帝发落 直接走上城楼 无神蹦及 把自己摔成了柄 4.二皇子 二皇子也是个可怜之人 身为天之骄子 却被庆帝设定为工具人 给那个窝囊废太子当魔刀石 为了让二皇子入戏 庆帝从小就疯狂地捧礼成责 十几岁就给他封王 允许他去御书房听证 还默许他跟大臣交往 组建自己的势力班底 二皇子虽然对庆帝的布局有所察觉 但却挣脱不开庆帝的控制 只能一步步入局 直到彻底无法脱身 再加上后来姑妈李云锐 也表面上扶持自己 这更让二皇子有了争处的决心 心想 输了大不了也是被边缘化 重新当一个闲散王爷 万一赢了 那就赚大发了 可二皇子并不知道 他玩的是一个 所有参与者都会被团灭的必死局 范贤最早看清了真相 并且极力打压二皇子 想要让他及时上岸自保 但是在权力的诱惑下 二皇子终归还是走上了绝路 跟太子一起叛乱 在大东山上 庆帝也良心觉醒 知道这么多年来 对二皇子太狠了 所以让范贤无论如何 都留李承泽一命 但早就绝望心思的二皇子 根本不愿意接受庆帝的施舍 他给庆帝留下了最后的诅咒 观寡孤独 最后就服毒自杀了 No.3 李云锐 长公主李云锐封掉的根源 其实是叶青梅的惨死 李云锐想不到的是 像叶青梅这样天下无敌的仙女 竟然也会被男人设局玩死 而且设局的还是自己的哥哥 庆帝 在李云锐看来 如果自己想要在阴谋交错的 黄泉漩涡当中活下去 只能拥有比叶青梅更大的权力 做得比叶青梅更加极端 那样才能够让那些 想要害他的男人望而生畏 这也是自保的唯一办法 于是李云锐开始疯狂揽权 利用内库的财富 组建私兵 供养大宗师叶刘云 还跟北齐东夷城高层勾结 组建了国际组织军山会 还跟有父之夫林若府私通 生下私生女林婉儿 并且扶持林若府成为宰相 通过他掌控了文官集团 一方面支持太子 背地里又跟二皇子暗通款取 但实际上还是主要押注给太子 为将来垂帘听政做两手准备 可最终李云锐还是失败了 机关算尽的他终归敌不过庆帝 陈平平一明一暗的社局 最终赔光了一切老本 只能自杀身亡 但临死之前李云锐看到了 跟庆帝一样卑鄙无耻的范贤 知道庆帝未来不会有好果子吃 内心也算是得到宽慰了 No.2 陈平平 陈平平的结局是悲惨的 在跟庆帝对峙之后 用叶青梅留下的散弹枪打飞了庆帝 但也被庆帝活捉 之后公开凌迟处死 而且庆帝为了羞辱陈平平 命令人将他的衣服扒光 让所有人都看到监察院老祖 是个没有丁丁的太监 在被刮了几百刀之后 范贤赶到杀死刽子手 用自己的衣服包住变成血人的陈平平 送了他最后一程 相比肉体上的痛苦 陈平平最悲惨的地方在于 他十几年来一直活在仇恨之中 内心被黑暗笼罩 直到死前那一刻才真正解脱 为了给叶青梅报仇 陈平平伪装了十几年 强忍着恶心给大仇人庆帝当老黑狗 范贤也恨庆帝 但他却把对范贤的爱放到了第一位 只要范贤能够平安 范贤可以放弃复仇 但陈平平做不到 对于他来说 为了复仇 范贤也是可以牺牲的对象 陈平平放弃告老还乡 回京都赴死 与其说是把希望全部交给了范贤 还不如说是以身殉道 用命来激活范贤对庆帝的仇恨 虽然陈平平达到了目的 用自己的命换了庆帝最后的惨死 但跟他十几年的煎熬痛苦比起来 这个结果还是不值得 陈平平的经历告诉我们 追星要适度 千万不要用生命去给偶像应援呀 No.1 庆帝 庆帝从一个皇帝的角度 他是完美到无懈可击的 无论是对内的治国方略 富国强兵 还是对外的开疆拓土 邦交策略 庆帝都做到了最好 即使是那些恨他到极致的敌人 也不得不称赞庆帝一句 世间唯一的真龙天子 庆帝真正悲惨的地方在于 他并没有彻底扔掉人类的情感 尤其是对叶青梅 庆帝在皇帝的角度杀死了他 但是在男人的角度 庆帝一直对叶青梅心怀愧疚 他不但在御书房挂着叶青梅的画像 一有空就跟他讲述自己取得的成就 以及如何兑现了当初给他的承诺 虽说是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 但是也可以看出 庆帝对叶青梅的珍惜跟爱护 以及无法掩饰的悔恨 庆帝把叶青梅最后的一封信 当宝贝一样收藏着 还在背后写下了四个大字 朕没有错 这四个字更像是庆帝对自己的拷问 而不是对叶青梅的呵斥 正是这种对叶青梅挥之不去的悔意 让庆帝对范贤一路误判 被他的演技所蒙蔽 甚至一度认为 这个儿子跟自己同心同德 是最合适的接班人 大结局时 庆帝被范贤逼到了绝路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时 他依然放弃了拉范贤垫背 或许对于庆帝来说 这就是对叶青梅最后的补偿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按摩